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级别仙侠剧神隐又隆重登场 开播一天就热度登顶 央视的两部大剧《问苍芒》和谍战剧《画梅》也相继开播 好剧真是扎堆来啊 这还没完 有博主爆料又有一部重磅年代传奇剧《繁花》 暂定于12月27日在《央八》播出 东方卫视腾讯视频同步播出 这部《繁花》可是来头不小 它是由知名导演王家卫知道 胡歌、马依丽、唐嫣、新直磊连妹主演 还未开播就已经在网络上掀起了不小的热度 接下来我们就提前来看看 这部《繁花》究竟有哪些精彩看点 咦?故事 《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商人的商场与情场 该剧根据作家金玉成的同名小说改编 以改革开放前后的上海为背景 讲述阿宝、沪生、小毛三位主角的上海往事 整体看下来 这部剧至少有两大看点 首先真实在线改革开放后的大都会上海 年代感满满 这部剧是从1992年《改革开放》讲起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 上海黄河路美世界商甲云集 胡歌饰演的商人宝总 算是这条街上混得最风生水起的商人 他和别人合伙做生意 服装、机械、金融都有涉足 生意越做越大 美妆生意几乎都是轰动上海滩的大生意 《改革开放》初期的上海风貌 《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的上海商人群像 都是这部剧想要重点展现的画面 为了更加真实的在线改革开放前后的上海 导演王家卫在横店影视城 订了六个高标准摄影棚 搭建了义 义的实景 沉浸式的在线当年上海的都会景象 其次 一男三女的情感就隔 也是该剧一大看点 除了展现上海滩90年代的风貌和商人群像 这部剧中也有复杂纠葛的情感戏 剧中胡歌饰演的商人宝总 个人能力出众 生意做得很大 也因此 生意场上遇到的三个女人 都对她情有独钟 一个是至真元老板娘李李 她跟宝总从互有矛盾到搭档做生意 两人一起将生意越做越大 在这个过程中 李李也对宝总生产生了情感 还有一个是多年来 在生意上给予宝总很多帮助和支持的小饭店老板娘林子 第三位是外贸公司的汪小姐 三个女人都对宝总倾注真情 这一女三男的感情戏 很王家卫 也很令人期待 二 演员阵容 胡歌加马依黎加唐嫣 加新直磊 加一众实力派配角演员 阵容堪称强悍 除了看点十足的剧情 这部剧演员阵容也十分强悍 胡歌 马依黎 唐嫣 陈龙 优本昌 郑凯 黄林 杨浩宇等多位实力派都在其中 其中我最期待的有五位 其一 胡歌 作为内地终身代实力派的代表 胡歌主演过的经典剧可太多了 仙剑三 射雕英雄传 伪装者 狼牙榜 这些剧集随便另一部出来 都足以吊打一众流量明星 这一次导演王家卫找胡歌来演剧中男一号宝总 一个是因为他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还有一个估计就是因为他独特的气质 和无可替代的演技 其二 马依黎 马依黎自从2017年一部我的前半生再次翻红之后 就成为75后女演员中实力派的代表之一 这一次 马依黎在王家卫的繁华中饰演林子 一个精明强淡的上海女商人 其三 唐嫣 很多人对唐嫣最深的记忆 估计就是仙剑三中的子萱 这个角色无论从颜值 气质还是造型都太美了 可以说是仙剑三中最经典的角色之一 此后他主演的言情剧《何以生肖默》 古装剧《锦绣未央》也都成为了内地影视剧经典 这一次在繁华中唐嫣饰演爱慕宝总的汪小姐 跟男一号胡歌也有很多对手戏 其四 星之磊 她是怒情相惜中名艳动人 阴气洒然的红姑娘 也是商战剧输赢女一号销售女王洛佳 她就是85后女演员星之磊 这一次在王家卫电视剧《繁华》中 星之磊饰演李李 内地实力派男演员代表胡歌 再加上三个气质各不相同的演技派女演员 不得不说王家卫真的太会选演员了 三 王家卫加胡歌 报款预定 王家卫在多数人心目中是电影大咖 没想到这一次 他居然排了这样一部 以改革开放时期上海为背景的电视剧 而且主演又是胡歌 这阵仗说是报款预定也不为过吧 这部繁华断断续续拍了三年之久 让很多剧迷等了又等 这回终于要播了 这确实是个好消息 希望剧集播出之后能不负观众期待 成就下一部经典 好剧真是扎堆来啊 这还没完 有博主爆料又有一部重磅年代传奇剧繁华 暂定于12月27日在央巴播出 东方卫视腾讯视频同步播出 这部繁华可是来头不小 它是由知名导演王家卫知道 胡歌 马依林 唐嫣 新直磊 连妹主演还未开播 就已经在网络上掀起了不小的热度 接下来我们就提前来看看 这部繁华究竟有哪些精彩看点 一 故事 改革开放初期 上海商人的商场与情场 该剧根据作家金宇成的同名小说改编 以改革开放前后的上海为背景 讲述阿宝 沪深 小毛三位主角的上海往事 整体看下来 这部剧至少有两大看点 首先 真实在线改革开放后的大都会上海 年代感满满 这部剧是从1992年改革开放讲起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 上海黄河路 美世界商甲云机 胡歌饰演的商人宝总 算是这条街上混得最风生水起的商人 他和别人合伙做生意 服装 机械 金融都有涉足 生意越做越大 美妆生意 几乎都是轰动上海滩的大生意 改革开放初期的上海风貌 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的上海商人群像 都是这部剧想要重点展现的画面 为了更加真实的在线改革开放前后的上海 导演王家卫在横店影视城 订了六个高标准摄影棚 搭建了一 一的实景 沉浸式的在线当年上海的都会景象 其次 一男三女的情感纠葛 也是该剧一大看点 除了展现上海滩90年代的风貌和商人群像 这部剧中也有复杂纠葛的情感戏 剧中胡歌饰演的商人宝总 个人能力出众 生意做得很大 也因此 生意场上遇到的三个女人都对他情有独钟 一个是至真元老板娘李李 他跟宝总从互有矛盾到搭档做生意 两人一起将生意越做越大 在这个过程中 李李也对宝总生产生了情感 还有一个是多年来 在生意上给予宝总很多帮助和支持的小饭店老板娘林子 第三位是外贸公司的汪小姐 三个女人都对宝总倾注真情 这一女三男的感情戏 很王家卫 也很令人期待 二 演员阵容 胡歌加马依离加唐烟加新直磊加一众实力派配角演员 阵容堪称强悍 除了看点十足的剧情 这部剧演员阵容也十分强悍 胡歌 马依离 唐烟 陈龙 有本昌 郑凯 黄林 杨浩宇等多位实力派都在其中 其中 我最期待的有五位 其一 胡歌 作为内地终身代实力派的代表 胡歌主演过的经典剧可太多了 仙剑三 射雕英雄传 伪装者 狼牙榜 这些剧集随便另一部出来 都足以调打一众流量明星 这一次导演王家卫找胡歌来演剧中男一号宝总 一个是因为他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还有一个估计就是因为他独特的气质和无可替代的演技 其二 马依离 马依离自从2017年一部我的前半生再次翻红之后 就成为七十五后女演员中实力派的代表之一 这一次 马依离在王家卫的繁华中饰演林子 一个精明强干的上海女商人 其三 唐烟 很多人对唐烟最深的记忆 估计就是仙剑三中的子圈 这个角色无论从颜值 气质还是造型 都太美了 可以说是仙剑三中最经典的角色之一 此后 他主演的言情剧《何以生肖默》 古装剧《锦绣未扬》 也都成为了内地影视剧经典 这一次 在繁华中 唐烟饰演爱慕宝总的汪小姐 跟男一号胡歌也有很多对手戏 其四 星之磊 她是怒情相惜中明艳动人 阴气洒然的红姑娘 也是商战剧输影女一号 销售女王洛嘉 她就是八五后女演员星之磊 这一次在王家卫电视剧《繁华》中 星之磊饰演李李 内地实力派男演员代表胡歌 再加上三个气质各不相同的演技派女演员 不得不说 王家卫真的太会选演员了 三 王家卫加胡歌 报款预定 王家卫在多数人心目中是电影大咖 没想到这一次 她居然排了这样一部 以改革开放时期 上海为背景的电视剧 而且主演又是胡歌 这阵仗 说是报款预定 也不为过吧 这部繁华 断断续续排了三年之久 让很多剧迷等了又等 这回终于要播了 这确实是个好消息 希望剧集播出之后 能不负观众期待 成就下一部经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